这手抓饼了,再也不用出去买 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好吃 喜欢的一起来做吧 500克面粉加5克盐 290克温水 搅拌成絮状,揉成光滑的面团 切分成等份的面剂 全部团圆 在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保鲜膜,饧面40分钟 饧面的时间 我们来调个油酥,面粉 盐,食用油,调成吸油酥备用 饧好的面 擀成面片,刷上油酥 像叠扇子一样叠起来 然后再按压排气 拿起两端,撑一撑 把它撑长,然后从鱼头卷起来 小尾巴压一压,放到下面 做好后再醒10分钟 醒好后擀成圆饼 给米称齐全预热,刷油 放入圆饼,上面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烙至一面上色,翻个面 烙至两面金黄,打下层次 柔软多层的手抓饼就做好了 刷上自己爱吃的酱 放上生菜,鸡蛋,火腿肠,辣条 给它卷起来 手抓饼就做好了 看你能吃几个 喜欢的朋友收藏试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